江南基地里面真的太神秘了 它里面现在有很多军事的 我们说叫做 以前讲的都市传说 这叫军事传说 它第一件事情 也有都市传说 因为江南基地曾经 曾经有不小心被军魂社公开过画面 公开过画面说 它这个外墙是用花缸演做成的 不仅厚实抗炸 而且还有抗脉虫 就是看电子干扰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就有人去联想到什么 核基地 我们有人说 这个张有华大哥 今天只有三个人知道吗 他是第三个人知道 加山基地陈犯核武半成品 这是有可能的吗 我跟你讲 加山基地的确具备了 一级核武攻击的防护能力 它真的具备 因为我刚讲过 为什么它的直北 真的在里面会失效 因为它的那个墙不是石头 外层是石头 里面不是 里面有包含铅 有阻隔 有防电磁干扰 有防核辐射 它的那个门这么厚 门这么厚 防毒门这么厚 那个不是用人关 那样用灯 关起来 它是防毒 防火 防核门 而且是跟那个船舱一样 好几层 所以我说 大家当然会认为说 它有防核功能 所以里面会不会放核武 我告诉你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因为台湾的核武 大家说台湾是不是有核武 台湾真的没有核武 在1988年 台湾的核武就全部消失了 被老美整组人马挖走了 对 其实当时 两讲还真的在偷偷发展核武 那时候我才刚刚进军校 我在今天官校二年级 1988年 我在官校二年级 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物理老师就讲说 各位 今天是中华民国灾难 哇 什么灾难 要反攻大陆了吗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心想 赶快赶快挂机就上战场 不是 他说我们的核武 被美国人发现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张宪益整组人马被挖走了 对 而且已经发展到快要成功了 被美国人发现 其实不是发现 是有人去密报 对 就是因为中国发展核武 老蒋也要发展核武 两边要做核平衡 对 可是老美不希望你变成核大战 对 所以那没有办法阻止中国 所以就告诉你中华民国 你不要搞核武 你全部消失 后来张宪益就把整个东西在1988年 他先把他的儿子太太先送到日本 对 然后他透过新加坡 把他接到美国去 然后整体所有的东西都跟美国报告 那美国一问之下 整个中科院的核武发展市 是用水泥把它灌起来 用水泥把它灌起来 他是在地下一楼二楼的核子发展市 这一般是海线严家的作风 老美也是用水泥把它灌起来 你想想看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的水泥车去了不是一两辆 听说是一直排排排排 排到龙潭外面 太多辆 一直往里面灌 一直往里面灌 对 因为太深了 里面是两层那么深的楼 整个灌石 那至于现在那个上面 全部铺草皮附土 那个地方还在 是一块大草皮 太可怕了 谢谢余教宁提供这么大的秘心 我真的是大开眼界 我一般以为这个水泥风箱 是这个我们海线独特家族的秘传 原来老美也搞水泥风箱 而且风箱完更狠 上面还种草皮 那你根本不知道风到哪里 就像我一样的水泥风箱了 我一样的水泥风箱和你